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好了今晚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关于专利法 尤其是知识产权这个范畴 今天很高兴请到我们的嘉宾是Alice Chan Alice是在知识产权那方面的专长这方面的律师 其实我们这个题目好像是第一次说的 当然你从来都没有机会说这个题目的 那为什么我们突然间有那么有兴趣呢 虽然香港人大家都听过 就是我们中国经常被国际 尤其是美国就说 我们什么都抄人家的 很多由知识产权那方面的资料 影带 音乐 都是来到亚洲 来到中国 就很快就被人抄袭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在传媒上 都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 但是大家想想 那个专利法的来源 就是我应不应该有专利法呢 这件事 那大家都听过 在中国经常都有一种说法 那就是师父教徒弟 就永远都不会教完的 他教了剩下一点点 那就算有很多家传性的知识 那很多时候 他爸爸就会教个儿子 又不会教女儿 那认为教了给女儿之后 女儿就嫁了出去 那会将这个 他的知识的 他的资料就会洩漏出去 那就是大家都看到 就是很多 在我们文明社会 在一个以科技发达 来达引进的文明社会里面 那我们很多的发明物 很多人都觉得是有需要保护的 那想问一下 首先问一下Alice 其实这个所谓专利法 其实这个历史有几长度呢 各位观众你的考虑 其实专利法的历史呢 譬如我们在香港的法例 我们是基于英国的法例 大概有百多年的历史 但是譬如你知道 我们譬如中国人四大发明 是有几千年的历史的 根本人的历史就是不停地发明 这个世界 就是这个社会 才会不停地进步 而我们的专利法 亦都是为了保护一些创造的人 即是发明家 他们要有个推动力 令到他们不停地发明 因为如果大家发明了一件事 很容易被人抄的 那大家不如去抄人 不用发明了 其实它的原本的含义 就是去推动所有大家人 就是用脑去发明 就是帮社会进步的 是的 就是有这个法例 起码可以鼓励 是吧 因为我们经常都觉得 在中国人的知识环境里面 和外国的好像有点不同 外国就是因为 很多人将有什么新的想法 就很快就写记录写 由记录写看一个照片 是吧 逗快 逗快地把它登出来 是的 就好像要尽快给人知道 尽快公布的 这才是你的 是的 那中国人的文化就不是的 你一公布就没有了 我们调主的 最多的就是秘级 秘级 没有给人知道 是的 给了人知道 就确实有人抄 是的 那这个会不会一个原因 起码中国在这么多年来 四大发明 紫囊针 火药 造纸 这些 就是很多疑然的经历 也看到了以前的 中国人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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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发明 我觉得很想抄的 好像抄的 好像 诗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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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去偷 偷的 是中国的蚱颈 是 做不做得成 都做不成 才是 花了很多 花了四十多年 因为那时候的蚱颈是不可以出口的 是 是 偷了蚱颈 就是 偷运蚱颈 怎样 去学习 才可以 拿到这个 科技出来 因为 初初给这些 外国人看 他们不知道这些 是怎样来的 是的 这么漂亮 是的 所以是 偷回来的 所以 你们看到了 但事实上 在科技的发展方面 似乎 西方国家 是发展得很快的 就是很明显 它有一个文化 这个文化是鼓励人 将它的发明物 施展出来的 是 不同中国古时的文化 就是要很多要避及避及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西方工业化 比中国工业化 有三百年 因为工业化 才能够很快的推动 这个发明出来的 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发明物被推动 所以有工业的工业革命 如果没有了工业化 没有了工业革命 是有很多发明 但是真的只有很多发明 它不会变成产品 不会变成商业 所以结果都是变成秘级 但是西方都有秘级 有秘方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可口可乐的秘方 究竟他们有没有做专利 是没有的 因为专利 我们保护的年限 只不过是二十年 可口可乐是一百八六年 就要有秘方 一百八六年的产品 是的 已经一百多年 但是有没有人抄到呢 是没有的 你喝百事可乐 总是那种美 有点不同 就是怎么抄都抄不到的 所以有时候 譬如有些客人来 跟我说 我需不需要做配套呢 那我就会 advise 他 我就会告诉他 但是有些秘方呢 就是 你喝了都不知道他怎么做呢 那其实呢 你想保护自己的发明呢 你就不要申请专利 哈哈哈 专利就被人公开了 因为你 要写下了 专利的条件呢 就是你一定要 公开你所有的 invention steps 就是你每一部分 那个 怎样制造的过程 你都要公开 公开了你所换得回来的 就是二十年的保障 那譬如有些 我有些客人呢 他就有些 chemical formulas 那其实呢 他就以为 申请了专利呢 就有保障了 譬如他在会展 被人抄 看到有人抄 是 举例是一个 蕃茄 就是很薄片的蕃茄 是 弄了个花 很漂亮的 他就说 这个专利 申请了所有的专利 谁知道想去告别人呢 那别人就照抄 因为他公开了所有秘方 那很容易抄 你照着秘方就抄 可能加一些东西 减一些东西 但是他是告不到别人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难证明 别人做了同一样东西 是抄了他的秘方 因为你是要证明 譬如 一条大路通罗马 那你要证明 别人是走你那条路 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但是有可能呢 很多种方法都达到这个效果 所以如果是一些工程的东西 譬如你说单车 一个收音机 是一些 physical的东西 你一看就知道 你的 reverse engineering 就是反反过来 是怎么做呢 那些就一定要申请专利 才可以保障到自己 但是如果你说炒菜 有些什么秘方 那些药 可口可乐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他当初 申请了专利 他现在就没有那么发达了 就是没有赚那么多钱 那我亦都听听闻 很多时候 那些人就把那个方法拿出来 但不是全部拿出来 就是他收回几个 有些其他主要成分 他是不说出来的 但是你曾经所说 你说一定要全部都说出来 是的 那这就变得很难的 就是全部 他不告诉你 你就永远都不知道是全部 是吧 没错 譬如 以我的经验 就是外国人 他们是很守法的 就一定会全部都说出来 因为那个法例规定 就是你为什么会换到一个 专利二十年呢 你就一定要说公开你的方法 公开了方法 你才可以 即是有权利 亦都有义母 那你公开了方法 你才可以换到 一二十年的专利 exclusive rights 但是你知道 中国人呢 即是有个 传统的思想 就是说秘笈 就收到帽子 不要被人知道 或者被人抄了 那就没有记秘笈了 所以呢 他们通常 他们会有些巧妙的 譬如 举例 他生产一样东西 可能是由种那些东西 到完成 即是种 去生产 和销售 每一个stage 都有一些know how 是秘密的 那如果他申请专利 他可以 不是三个stage 做完的 他可以只做中间的stage 申请专利 因为是一个 即是现成的货物 是 物品 或者是health care 的东西 但是可能 那个秘密 就是他中 在第二个过程 他已经有秘密 对于他的心 他就是没有公开全部的东西 只不过是将其中 整个生产过程 其中一部分 就申请专利 公开了 其实很多人 都是这样做的 我亦都听过 这个不是中国的做法 不是外国的做法 但是很流行 有时候我看 我看一些资料 他都说 他公开哪个paten 他都是某一步 所以刚才所说的 全部公开 其实都不是真的 很多时候都不是 因为人始终有私心 因为这个社会 实在进步得很快 我记得有个笑话 很好笑的 就是说 当苏联 就发明了一种 绝世的 发明之后 美国就会说 十年前已经发明了 但是日本 就不会 你们两个在那里 吵架 就立刻去生产 先 第一个去生产 先 这个故事就是说 其实日本人 他所有的发明 都是 参考人家 现有的发明 但是 加了自己少少 就变成自己的发明 然后 很便宜的 大市去生产 所以 譬如 因为发明 你加少少 可能 就会变成一个新的发明 所以 由于这样 很多人 就不敢 譬如 100%的发明 公开 只不过 将中间的 舞台 公开 很简单 譬如 你妈妈炒菜 每人都是用 那个 菜单 为什么有些人 又会炒得 好吃 可能 他的锅器 加一些火候 又不知 有没有过冷河 有些巧妙 他总是留给自己 不会公开 所以 你说 专利法 是否完全 可以告诉大家 生产过程 是不是这样 其实不是 聪明的人 他就不会公开 但是 当然 在法庭面前 他一定要证明 自己已经公开 事实上 我亦都认识 尤其在澳洲 很多的 所谓的发明家 那些人 通常都不是 读过很多 书 是的 他们就喜欢 东架 西架 在军中 学到一些 很实际的技能 我都遇过 这些人 跟我们聊天 都是觉得 在专利 专利法 那个问题 不是我们一般人 想象的 这么简单 因为他经常都很考虑 我专利的时候 要放多少东西 我专利之后 譬如我和人 那些人 可能是 可能是 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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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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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Pattern Pending 放在產品上 但它不會去PROCEED 不會繼續去住 因為繼續去住 可能要扔很多錢 幾萬元 十幾萬元 它知道因為所有產品 那個LIFESPAN 我們所謂流行的程度 只是兩三年而已 它就當這是一個市場學的手段 我覺得 如果有一個Pattern Pending 就更厲害 人們就買了 它就扔了一筆錢去做一個申請 但不會去PROCEED 只不過是阻礙其他競爭者 去做這些類似的產品 因為譬如有這麼多個商家 它有一個專利 人家就會覺得 當然買過有專利 雖然其他人就不知道Pattern Pending 是什麼 它就已經覺得Pattern Pending 當然是威國沒有Pattern 但是Pattern Pending 可能是一個假象 因為你給了一筆錢去進入一個 application form 那你經常都extension of time delay 又不繼續PROCEED 都已經有一個Pattern Pending 到了三年之後 或者產品已經是out date 那你就會再做幾個Pattern Pending 其實有很多古怪的東西 這個Pattern Pending 背後很興奮的 可以寫故事寫一本書 就是跟我們想的原意 就是原意 人的東西真的很有趣 就是什麼导歌一隻魔鬼一隻 它永遠有些東西來 將我們那個 我們叫Wooops Effect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好事 Woo! Something Else Happened 是吧 因為我亦都認識了他的朋友 他就出了一本書 這本書在某個國家 他就想翻譯做另外一個語文 然後那個國家 有人就告他 他說這本書 其實這些資料是某另一本書 是抄襲回來的 但是其實這些資料 是歷史上的資料來的 就是大家都是一路一路收集 一路收集的 都是經過很多人 很多人的經驗 收集回來的 所以沒有一個人 不是抄襲別人的 其實是所有的發明 都很少是由零開始的 都是參考別人的產品 然後覺得有什麼改善的地方 這樣才有 很少說完全是由零開始的 其實好像左抄 大家都是抄襲 是掙在你改得多 改得少 有些人就覺得很聰明 而且以我的經驗 有些很有趣的情況 告訴大家 就是 其實 假設你是一個發明家 你在一間公司工作 如果你有些絕世 發明 通常 你就會辭職 然後 自己設置一間公司 所以 所有的客人 通常是那些 做老闆 小的公司 那些發明才是 絕世 很巧發明 但是 大公司 他們那些 R&D Department 因為他們是 鬥人工的 他們當然是 可能每一季 就要交功課 他們交功課 是怎樣交的呢 就是去看一下 專利的Database 有些什麼人已經遞了申請 那遞了申請 他們就改 改一點 就當交功課 交給老闆 但是老闆 當然以為 他的員工 嘩 絕世很巧 然後就投大量的 錢去生產 誰知道 就說 被人告 我的經驗 如果真的有些絕世很巧 我覺得是值得投資的發明 通常那個人會自己出來做老闆 因為他自己 連發明的人都相信 是一個很厲害的發明 他當然是自己 扔錢下去 辭了份工 扔錢下去 做老闆 反而大公司那些 通常叫我 那些 幫他們 做專利 你知道嗎 做什麼 他就會說 我的R&D 就是參考這個 這個 Payton 你幫我看一下 有沒有問題 怎樣可以搞定 他沒有問題 哈哈哈哈 或者那個Risk 是去到哪裏 不會被人告 他們的關心是 會不會被人告 先 但一定要申請專利 他們的關心是 如果大公司 就是以 Marketing 或者是 保護自己 當然 我不可以 一抓高打一船人 我是看到 有些很 興趣的 那些情況 是會這樣出來的 是 因為在我們過去經驗 都經常體會到 真真正正的 突破性的發明 很少在大學 研究中心 研究 很少的 通常那些是 會幫你改良一下 一個 一個所謂概念性 很特別的 通常一些很 一個人 一個很孤獨的發明家 自己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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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東不能成為大部分的交易者 沒有控制 自己又沒有錢 但他相信自己的發明是很厲害的 可以賺很大錢 所以我經常見到這樣的情況 而且通常這些客人 我會鼓勵他們去參賽 參賽 因為有很多工業獎 外國有很多什麼獎 可以去參加 而我的客人 為什麼他喜歡來找我呢 就是… 我知道是對一個發明家 就像他的生長 有些律師就會說 這個不行的 那個不能 就像在彈的生長 但他又很不高興 我通常會 就算他不行 以一個消費者來說 我就想要哪些功能 我一說消費者的角度要什麼功能 其實他自己就懂得改 改完之後不點都變成了 他們所以很喜歡 因為我不會彈他們的兒子 還會幫他改良一下他的兒子 還要教他怎樣去獲獎 最近我又要稱讚一個香港的學生 就是我的客人 他最近贏了一個飛機展覽的獎 贏了波音、德航、Lufensa 很多航空公司 設計了一個手柄 在飛機艙用的手柄 他只有24、25歲 在香港大學去完MIT 我就覺得香港需要這麼有創意的年輕人 他書都未讀完 就已經賺錢去申請專利 因為他一心就想著去做一個飛機工程 或者是做管理的 這個年輕人 就自己等錢去做專利 做了那個實物 然後就去參賽了 怎料他贏了所有 全世界那麼多航空公司的參賽者 就是他贏了 但是他是以自己名義參加的 這個叫James 我真是很佩服這個年輕人 他始終是一個學生 根本沒有人打工 他又不需要找公司贊助他 在這個階段 他只需要去註殺他的概念 其實他是一個已經公開的資料 可以說出來的 有一個操控嗎? 有一個飛機上用的 飛機上 你搭長途機 不是經常覺得隔壁和你搶座位的手柄嗎? 是一個位窄 你會撞來撞去 如果隔壁有個肥佬 你就真是慘了 兩邊有肥佬 要夾住在這裏坐 他那個發明 其實就好像滑架床一樣 那個手柄有上下格的 一個人可以放在上面 一個人可以放在下面 但是他的設計就好像一個萬字夾 美觀的 看下去其實是越簡單的發明 又美觀又簡單 就是一個好的發明 即是他有不同的slot 你可以設下中間的slot 沒錯 也不會阻礙 所以我很欣賞香港有這樣的年輕人的發明 這個年輕人很有軟件 即是遠離高高大大的 你坐得高一點就用上面的slot 矮小一點就用下面的s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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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滑架床一樣 即是如果這些人 原來香港人經常都飛來飛去的 有機會是經驗到 有時候不知不好意思 有些人被你騙著 大家接觸著 都覺得不舒服的 沒錯 所以變成有時候都 縮著手來坐坐坐坐 他其實現在就在cafet做management trainee 他一回來後很多報紙都爭著報道 但是他的engineering底 他在management做事 不是management trainee是將來的 將來會做的 有很多 即是一個basic training 對 將來他去哪裏呢 他自己選擇的 OK 即是我最小的一個client 是inventor 而是有軟件 是將這件物件 變成了一件實物 又拿了國際的獎 所以我真的要在這裏稱讚他 好 那我們就先休息幾分鐘 好 再會繼續今晚的講題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 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書籍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3W多 H E A L T H SHOP.COM.HK 好啦 那我們回到今晚的講題 即是我們的專利法 到底是一件好的東西 或是一件不好的東西 除了李永康 我們常任的主持之外 我們今晚的嘉賓就是Alice Chen Alice 就是一位律師 專門在一個知識產權法的律師 上一節就提及了 專利法其實發展到今時今日 他所扮演的角色就不是我們可能初初的原意 保護一些人的發明的權力 希望他可以幫助他 把他的發明物好好地發展出去 但也在過程中 其實專利法已經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有些可以說是妨礙某種東西被人抄 也有些可以說妨礙某些東西被人發展 最近我可以看到 互聯網對知識產權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因為大家已經有機會看到 很多的資料 很快可以在互聯網上找到一些網站 把這些資料很快地公開 我也問過一些朋友 如果你可以把一些資料登上去 叫人幫你賣 有網上購物的書籍 其實非常之好 你可以接觸很多人 世界上的成這樣大的市場 但他一句告訴你 他說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很多人會把這些資訊 丟到他的blog那裏 因為blog是很多的 結果會破壞銷售的情況 所以互聯網方面 這些問題 作為一個知識產權的律師 有沒有在這方面特別想過 我相信大家會想一下 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其實我每年都會參加一個 叫做APAA 即是Asian Patent Attorney Association 亞洲專利人員協會的會議 大概有23個國家參加 我們每個國家要提交一個地區性報告 即是香港就提交香港 第二個國家就提交第二個國家 我們亦都會說到 其實我們分類 譬如商標 專利 外觀設計 版權 或者是anti-counterfeating 即是反假模 我們特別有一個新的 新出現的IP rights 新出現的IP rights 專門說到Cyber Law 因為Cyber Law 即是我們在網上 是無止境無國界的 但我們所有的知識產權 法律的保護 都是地區性的 如果你不在哪個地區裡註冊 你根本是 如果有一個 S of Infringement 譬如 你在A那裡註冊 但是你的S of Infringement 在B第二個地區 A這個地區 是保護不到B那個地區 所以 但是互聯網 和網絡 是無止境的 就是 One is everything 通常我的Cyber Law 就會計 那個S of Infringement 即譬如 你的伺服器 放在哪裏 就當是哪個地區 因為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 你唯有說 伺服器如果是在大陸的 那你就 如果在大陸 有Infringement 那裏就遭殃了 但其實那個法律 都很含糊的 主要是 我們基於Case Law 伺服器在哪裏 以及那個人在哪裏 發放 因為我們是計 案 of Infringement 在哪裏發生 在一個地區性發生 還有我又說 譬如 你剛才說到 所有發明家 是不是真的 人人都想 申請專利 去保護自己 其實有些 是很大公無私 舉例 就是 發明 互聯網 那裏 這麼暢通 因為其實他當初發明 這個 就是這一種方法 說可以 connect全世界 是 他是很偉大 他沒有將他 做專利 就是他覺得 這些東西 是要為人民服務 是 人人都有權去拿 他寧願 他沒有 沒有優惠 沒有保護 就讓人人都用 其實現在的趨勢也是這樣的 譬如 就算是版權 都一樣 你說copyright 現在有一樣東西叫做copyleft 就是 寄給你 他們不claimcopyright 任你抄 譬如 我們有一個網站叫做creative comments 就是 別人以為 你發明了一些東西 或者你寫了一篇東西 就要有copyright 法律現在是這樣寫的 什麼東西 總之你寫了 作一首歌 不用說 你就有copyright 就會有的 自然有 總之你是作家那個 就是有的 總之你不是抄人 是原創的 你有這個skills labor 就是time involved efforts 就已經有了 但其實現在有很多 是為人群服務的人 他是把自己的發明 供諸同好 譬如你說Wikipedia 這些網站 整個database 任你抄 任你看 不用收錢 總之 有很多網站出現 就是 那些人是大無私 他是不需要protection 他是想越多人share 越好 是 其實這個社會的現象 也是很好的 但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說 整個互聯網 整個互聯網 之所以成功 就是要很多人用 是 如果你說Coffyright 那互聯網 就不會成功 原本互聯網 都可以做專利 如果真的做專利 你專利之後 那些人不去用 那互聯網的power 就沒有了 整個互聯網的概念 都抵消了 所以你看到 那個發明的人 都了解 如果他執行普通 傳統的路 那互聯網 根本就不是 所謂 我們現在所認識的 互聯網的工廈 是的 那 但現在最近 我們看了很多資料 尤其是關於我們 將來的食物問題 那 他們裏面提出一件事 就是現在我們的食物 已經有很多的 大財團 藥廠 那些大農業的公司 那些大農業的公司 其實他們已經申請了一些專利 那些專利 就是那些食物的種子的專利 那他們就會製造那些種子 是自己不會繁殖的 即那種植物 那些食糧 是自己不會繁殖的 即它不會有種子的 那這種做法 就很明顯了 它就將我們全球的糧食 是控制了的 那在外國 是在加拿大 有很多很大的 那些稻田的地方 那試過有些官司出現 就因為 某個人的稻田 是被他鄰居那些 基因谷種的植物 是被風吹到它那裡 在它那個地方 即是生長出來 那於是被那些公司告 就說 你不要買我們的這些種子 那你在那個田裡 就生了這些食物出來 那你便是偷殺我們 那是告的 但是背後的隱憂就是這樣 如果現在的食物公司 是可以將我們的糧食 都專利化的時候 將來我們的大財團 是可以說 是控制我們的食物的來源 那這件事的整個全身是怎樣呢 Alison 你曾經跟我說過 其實很多事情都不是要專利 就一定可以專利 那應該呢 過去一直以來 是跟生命是不可以專利的 那直至到 有一位印度的科學家 那次跟一間大的 石油化工廠公司做事 那我也知道 那有時候 那些油輪 擱淺 或者失事 意外 那些油就是流出大海洋 那就造成很多生態的災害 那所以很多人都想想 有沒有一些好些方法 當然大自然界 可能都慢慢慢慢慢慢 會一段時間 會將它融化了它 或者海裡的微生物 那這位印度的科學家 他就發明了一種 是食油的細菌 那他覺得 哇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商業的應用的物質 那也是他的實驗室 裡面發明出來的 那他於是呢 就去申請專利 但是初期 就因為一般的專利法 就不可以 為一個生物來作為專利 那就是拒除了它 那但是他不服氣 那也都看到那個 就是那個商業的前景很好 那他繼續打官司 一路打打 那結果呢 在美國呢 打到最高法院那裡 就被他打贏了 那自從這個先例之後呢 那我們的食物 基因那些食物 是可以做專利 就這個缺口 就打開了 那導致今時今日 有很多的公司 都是自己 製造一些所謂基因的食物 製造一些穀類的食物 或者是水果 是他自己不會繁殖 就是他不會有種子的 那種子是他自己 已經控制在那裡的 那所以你每一次種植 你都要去向他購買那個種子的 那原來在過去傳統 很多有機耕種 尤其是 很多的農夫 是會儲存一些種子的 這是一個傳統的做法 那所以你看自然界的食物 在外國 在墨西哥那些 那些粟米 可能有幾十種幾百種 不是我們經常在超級市場 只能看到那幾樣東西 幾十種 我去過那邊 是嗎 很多很多很多 就是我們天然的食糧 一向都是用這個 用這個折腫的方法 收藏這些種子方法 但是因為我們最近這個發展 成為很多這些食物 會被大的食物公司控制 例如剛才說的 加拿大那些個案 你又不是去買那些 但那些風吹 或者有一個貨車經過 把那些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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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為何要禁制 舉例 有些國家 凡是一些醫病的 如何去探索一種病的症状 例如以我所知 因為我 我只是在香港和英國 就是Qualify 所以我也不是Qualify 去評論別人國家的法例 但以我所知 從我的Working experience 例如好像新加坡 曾經有個客人 他就問我 他就說 他們發明了一種 去detect 愛滋病的疫苗 還是什麼 但在新加坡 是不可以專利的 因為有些國家 凡是危害到 我們社會 或者有些藥 去救命 一些health care的藥 去救命 或者一些 根本 什麼叫scientific discovery 就是有很多東西 根本是存在的 不是你發明的 不是你發明的 是自然間有的 你只不過找到 你找到一顆恒星 那是否專利呢 不是的 如果是那樣東西 本來存在的 你只不過是用某種方法 找到它出來 那種 找到出來的那樣東西 不是你發明的 不是你創造出來的 我們是宇宙 已經有的 那些 那些 就不可以做專利 其實每個國家 都有少少不同的 其實 譬如英國那些 對於 health care 的 或者 apparatus 是有些限制的 譬如我們 如果是大陸 譬如 基因的食品 它的法律 沒有說明 它的法律 沒有說明 不准去專利 但是呢 你生產基因的食品 它現在呢 是出了一些新的法例 就是說 如果你改造基因 什麼 你一定要經過 他們那個 部門 批准才行 它要審查很多東西的 那香港現在 還沒有一個這樣的部門 但是因為 大陸在農產品 很注重農作物的地方 他們的法例 挺完善的 他們說 我立即 有法例 就說 不准做 改造基因植物 除非是 你當局批准了 那 譬如你講到 基因植物 那些 我就認識 有一個 香港的科學家 他其實 他發明一件事 他的原意 是非常好的 非常有創意的 就是 他說 為什麼有禽流感 就是因為 鳥子病 鳥子病 不可以用針 去刺他 幫他注射疫苗 那 怎樣可以幫他注射疫苗呢 他就把這些 疫苗 注射 在 改造 例如 粟米 鳥子吃 那些 食糧的 基因 那裡 譬如那些 鳥子 有病了 就吃了這些 食物 那就沒有病 那就沒事 沒有禽流感 他原本的原意 是非常之好 還有 這個 拿了獎 MIT 給了獎 他說 Invention of the year 燈光封面 很威風 很威風 但是 譬如他 他現在想 將這件事 變成一個產品 但是 所遇到的困難 就是 怎樣呢 譬如 就這樣 我們想 你那些 禽流感 其實 經常變種 譬如你 已經把 原本 去年的禽流感 注射了疫苗 在熟米那裡 整堆熟米 就打算 去給那隻鳥子吃 就沒有病了 但是 這些 這些 菌 也不是 每年都有效 要變種 這些病菌 變種 那 你就已經 搞了 原本的熟米 那 你怎樣再 代替呢 其實是有一個 很大的問題 所以 如果是 接觸到基因 那些 發明研究 他們 如果真的 將它變成 一種產品 可能 那個後果 就是大 過不變的 你完全不知道 這個 食物鏈 或者整個 system 我們那個 ecology 有什麼影響 因為很多 是你做完之後 就知道 那個後果是怎樣 是 其實很多 基因食物的 最初的推動力 都是一樣 是 我們可以 令到那些 食物 沒有那麼容易 被那些 害蟲侵蝕 其實背後的 理念都是這樣的 但是 整個問題 整個基因 那個科技 不是我們 以為 上場之中 是這麼 準確的 這麼清晰的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這樣 撞撞撞撞出來的 如果這些植物 是掩蓋到其他原有的 植物 人類的食物 的來源 就會絕種 所以 很多國家 基本上 是禁止這些 基因的食物 大部分歐洲國家 都是這樣 日本 我知道也是這樣 但香港始終這方面 是很落後的 想都沒想過 因為香港不用靠 種野衛生 但是 准不准入口 正個問題 在很多國家 是直接不准入口 但是 他們爭拗的地方 他們是怎樣呢 他們經常都說 標籤法 標籤法 食物標籤法 他經常都很強調 是為了 保護消費者 我們在電台節目 都說過很多次 背後的原意 不是保護消費者 知道食物 有什麼 成分 維他命A 多些 少些 蛋白質 少 脂肪的比例 其實有什麼關係呢 誰會在食物之前 會考慮這些問題 才吃 所以背後的原因 都是大藥廠 大食物公司 企圖 將小食物廠 消滅 這是一種手段 但是 始終香港很多 政府的官員 都沒有詳細想 可能都沒有想過 背後的推動力 背後的真正原因 就不是我們想像之中 還有一個 在專利法 我們也經常都 在我們的資訊裡 都接觸到 其實我們人類 有很多 很好的發明物 有很多是救人的發明物 醫癌的發明物 很多是免費能源的發明物 很多時候 大公司 將這些發明物 買起你 他不幫你消滅 他也買起你 始終一個小的發明家 出現一件事的時候 他都有很多經濟的壓力 所以任何公司 願意幫他買起他 他會很開心 但是很多時候 這些公司買起了之後 不是將它發展 是將它收買 因為如果某種的 免費能源 乾淨能源出現 現時的 既有的 生產能源的公司 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很多時候 他計算那條數 他認為 這個科技 是會影響他們的利潤 所以 買回來 專利之後 就收買了它 是 所以 我們說專利法 專利法 其實很多時候 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真的 一定會發展人類的發明 鼓勵人們多些 做出發明 很多時候有壞的一面 好了 這個問題 我最近又看到 一篇文章 在講中國專利法 那裡 它有一種新的改動 其中一種改動 就是 如果當發現 有一種專利 首先 它的標準 是否絕對創新 這個很重要 這些東西一定要絕對創新 那做了之後 他被專利之後 還有 他說 如果你一段時間裡面 譬如你的專利給你三年 或者四年之後 你沒有將你的專利持有 沒有將它充分 或者應用的專利 沒有正當的理由 為何沒有這樣做 那麼 中國政府 是有權利 將你這個專利 發放 強制許可 是被其他公司發展下去的 那我相信 這個前身 也是我曾經所說的問題 是 有很多好東西 根本又不是用來發展 是有很多好東西 是用來收藏的 所以這個法例 其實是有它的存在的原因 為何我們要這樣做 但當然 很多國家 對中國 是不太信任的 所以認為 這是一個 在某程度上 觸犯了專利法的精神 專利法是不可以讓一個國家 任意 就說 我可以將你這個 我有權利 將你那些專利 是被其他人利用的 即是專利的問題 即是我們可以看到 那麼簡單 甚至一來都很清楚 其實不是很多東西 都用專利 解決得到 在我過去的經驗 我在澳洲認識 有些不同的科學家 他通常一生是掙扎 都是這樣的 他有一些東西 即是很辛苦 發明了一些東西 但是他沒有錢 將它成為一個 應用得的產品 那麼他就不斷 找人投資 那麼投資過程裡面 又怕別人抄了他 那麼他就走去 走去專利化 但有時候 在專利的過程裡面 很可能又不可以 將所有的東西給別人 收了一些 所以你也看到 背後產生的問題 是挺複雜的 挺複雜的 但是我們又不可以 沒有專利法 所以譬如 你看看香港怎麼做 香港的新專利法 因為它是要靠 自從九七之後 香港有自己的專利法 但是香港其實是一個 很小的地方 也都不會有 那麼多新的發明 那麼我們香港也都沒有 這樣的人才去審查一個專利 所以香港政府 那個新的專利法 九七年之後 就是說 其實香港只不過是 橡皮圖像 嗯 就是你首先要在大陸 或者英國 或者是歐盟 德森尼 英國 自旦一個 country 即一個國家 申請了 那麼跟著呢 就譬如當那個專利 已經是公開了 即是登了一個獻報 那你就可以在香港那裡做註冊了 所以香港的專利法 就沒有限制說 啊這件事又不准做專利 那件事又不准做專利 就是視乎 總之你在其他國家 他認可了幾個國家 他認可了 那香港就什麼都可以了 其實香港的專利法 很簡單 他不會說 你又不准做基因 又不准做生物的discovery 他沒有那麼多限制 總之你在第二處申請了 第二處說可以的 那你在香港就可以了 那他所謂第二處呢 他有沒有指定某些 三個國家 就是三個圖的 我們叫做Destinated Office 就是中國 英國 因為那時候九七 你不可以只是中國 又不英國 因為以前那個法例 是根據英國的法例 做的 那所以呢 香港就是三個地方 中國 英國 以及歐盟 歐盟 歐盟 那個European Patent Office 但是就要包括英國 嗯 那就是美國不包括在南 因為呢 現在很多爭拗 是基因問題的爭拗 多數都是美國 和其他世界 其他各國 是 那大家最近都看到 好像印度那樣 因為有些愛知病的藥物 那些藥物 那好像那個Novac 是吧 那也都挑戰這些這樣的專利法 那就是你曾經所說 其實專利法 是很多時候 是 很多是 每個國家不同的 嗯 所以變成了 就不是說 美國那些藥物 去到其他國家 那些其他國家 那些其他國家 是必要一定要遵守 它的專利的保障 沒錯 譬如就算香港 我相信每一個國家 都有最後一個防線 就是呢 他們應該是 香港那樣 譬如香港那個專利法 第六十八條 六十九條 就是說 如果 社會遇到一個問題 那香港政府是有權 就是 我們叫做 叫做 Extreme Urgency 有一個緊急期間 就宣布 譬如說 要救命 或者 逆浮 那你那個發明 就原來可以救命 說什麼 他就說得很空泛 他就說 總之 香港政府 在一個緊急期間 他就可以頒布一條命令 就是 你那個專利 可以被政府徵收 來用的 或者要去救命 這樣 其實挺好的 我想這個是 每個國家 那個最後防線 都是這一條法 其實我們覺得 任何的法律 都不可以完全 控制到人的行為 其實最終 最終 我經常都很強調 我們吃了禁果 我們懂得開啟之後 我們有了所謂選擇的能力 那我們的選擇 會決定 我們社會的將來 會向好 或者向壞 其實專利法 都是有這樣的現象 好了 非常之 多謝 時間關係 多謝李永康 和我們幫忙 做這節目 我們的嘉賓 Alice Chan 今晚的幫助 多謝 下個星期三 我們九年再開始 好 拜拜